对 你刚刚讲念佛 那当然有的人就说 那念佛就好了 学这么多 错 你真的念佛的话 念得吃尘 突然有一天别人跟你讲说 要应该在心性如是学 应该会接受 为什么 就好像我常常清静大善 刚开始不懂大善的气概 因为念大善故 念中就有决心 念大善故 于是潜移默化 我心中就有大善的种种气概跟道理了 别人再跟我说 你在气概之中应该要再怎么样争议 在气概之中要看到 如何保持如何心性 你应该欢喜 你应该听得进去 就是法华经中讲 若真有发如是心的 不信此法绝无是处 因为心境一定是如是长样的 绝对不会有一句说 我听你讲完然后说 我还是念佛好了 我先到西方去好了 这个念头一念都没转 你怎么到西方 对吧 就好像我心里面常常有模范生 小孩子读书有模范生 那突然心中他要是一点都不转 模范生的行为 人家刚刚的行为他也不学 他只要先有模范生就好了 那他心念是不会转的 永远他不会争议的 所以真正的真意 有的时候是做现前的考验 当下为你的验证 真念佛 你要真念佛 我给你讲如是心法 如何不能体会 如何不能体会 你要是讲如是心法 虽然不知道 但是但文如是心法 心中都能够启程无量欢喜 那你过去的念佛 绝对功不堂诀 绝对功不堂诀 因为譬如说心中有善人的名字 你常念善人的名字久而久之 心胸应该会打开的 人家在天里讲什么叫善心 什么叫善性 应该有什么样善终的坚持 你会欢喜学习 因为你会懂得你学的这些 就是更坚固那个善人的名字 对吧 这次心性之中一定是如此的 为什么如此 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讲的 这就是现代净土门中人 常常在这句话上 没把它讲明白 这叫一门深入 深入是哪一门 心 心入这个佛号 佛号是明目 就好像沉船出海 你要有明目 所以佛号的尤其是六字鸿鸣 你要是懂得是持明念佛 不过就是明目 什么叫明目 一个凡夫不懂怎么样向道 一个凡夫不懂什么是人身 但是你心里面常常立的明目不一样 你突然发现将来你所谨择取向会不一样 知道吗 对吧 一个恶人为什么他种种有恶行 有种种恶性 因为过去他接触的明目不一样 那明目换了他就变了 所以他是明目 所以这个明目里面 你就相信 尤其是这个佛号是圣人佛号的 圣人名号的明目 这个你只要有圣人的名号 他一定能够入一切圣系 叫一门深入 那是约心性上说的 心性上说的 这样子你才知道 那句佛号绝对不堂捐 那也绝对不是一门深入 我只要抓到这个功课就行了 其他的我都不要 那只要抓到这个功课就行了 那只有一门呢 深入二字怎么解释 对吧 只有一门呢 深入二字怎么解释 所以就好像 我常讲的批语 一个作画的人 他刚开始真正他只是在学作画 但是心里面投入的时候 他会在别的 作画是色彩 可是他听你的声音 去闻到那个香味 他都可以入画 他可以入成色彩 为什么他能够 走进不同的领域 不同的境界里面 他都能够体会 那就是那一门的专修 那一门的真正专精实 他能够普射 都能够融入这一门来 学音乐的也是 学音的人 他只听的是声音 可是闻到气味 看到图像 他也可以把一个像 谱在音符中 对吧 真正的音乐 乐律 他是可以把像 谱在音符 音律里面的 会听音乐的人 听到这个音乐 都知道 这个曲音是讲 大山的气概 大水的气概 他把那个形容 都可以形容得出来 他不是也是深入吗 他也是一门 所以一门一定能深入 但是深入 就不是那种 绝对心里面的那种 自我障碍 不是 那绝对深入